艺人凌湘穿着白色短裙露出眉腿 胸前与腰部镂空设计更显性感 小乐吴斯贤则是一身黑衣黑裤 重点搭配图纹线条 展露丽于美的时尚感 台北时装周2025春夏季记者会 邀请艺人凌湘与小乐吴斯贤 与众多参展品牌设计师模特儿一同走秀 为即将到来的台北时装周SS25 拉开华丽序幕 其实就是站上那个伸展台 我心情是蛮紧张的 因为我自己平常比较少有机会 参与这种大型的时装活动 那我觉得呢穿上Setson的衣服呢 可以立刻感受到服装给我的自信 还有美丽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是穿上去之后 就觉得获得了满满的力量 那我觉得设计师呢也非常用心的 在灯光上跟音乐上做结合 让我可以非常沉浸在这场秀当中 所以有了这次的机会 希望之后呢还有机会参与这种 呃充满创意的时装演出 像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 复古大型的华丽耳环 对因为我自己可能私底下 要练舞的穿着会比较朴素一点点 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牛仔裤 或是一个白T 如果那时候搭配一个有特色的耳环呢 那整体的风格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是 它结合了一些结构感的元素 还有一些柔软的材质 那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在柔美还有力量之间 做一个很好的平衡 其实走秀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 所以你刚刚有演出超模啊 对不对 对也是一种演绎 那像之前我是也有走过 我跟设计师Alan Cole合作 那当然很开心有这个经验 然后这次可以再 回来台北Fashion Week 就是很荣幸 也谢谢大家的邀请 因为我自己是 蛮喜欢复古的东西 对然后或者是像以前 比较传统文化 比如说不管是客家的也好 或者是原住民的 然后因为他们 以前也常常会用一些图腾或刺绣 去呈现他们的东西 对如果衣服上有这种元素的话 我自己是会特别喜欢中意的 我觉得台北Fashion Week的 亮点一直以来 其实都很多 那主要也就是很多 我觉得常常会把重点放在 多样性文化的合作 对那刚刚提到 像右边这些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这次刚提到 六位设计师 跟六位IP图像 艺术家的合作 那其实现在 也因为文博会大力的推广 其实现在IP图像是 就是大家有 比以前关注很多 那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那我觉得这也是台北Fashion Week 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推广各种文化跟Fashion的结合 文化部长李远表示 今年的主题 Ti-Type时尚图鉴 藉由时尚设计 重新唤起台湾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骄傲 并透过创意设计 将这些文化符号以现代语境展现出来 有一次我在金马奖颁奖的时候 我跟杨贵妹那个影后负责颁奖 我们在后台 他手挽着我 他这个肩膀的衣服这样露出来 我就把他拉起来 我说你衣服掉下来了 他就不讲话 我就把他拉上来 他就把他拨下去 我又把他拉上来 他又把他拉上来 你不知道这是设计啊 我当场好糗哦 又知道我对于设计的东西多么没有感觉 可是来到文化部长我发现 我的文化理念其实就是十一柱行 虽然我们有很多产业 有电影 有电视 有音乐 你眼睛看得到所有展业 可是十一柱行所塑造出来的产业 其实是不可以低估的 所以这次来这边我非常高兴 而且台湾对于文化的定义跟重视 越来越重视 譬如2018年之前我们这种活动是经济部在做的 以前我们会想十一柱行应该是经济部在推的 可是2018年转到文化部的那一刻开始 就表示我们台湾真的开始把文化当作是一个 一门好生意 也是提升大家所有十一柱行 那你像个台湾人 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如果走到一个中餐店进去或者去拿个店 他会说你是不是台湾人 那个我多么骄傲 我想我的气质还不错 会让别人觉得我是台湾人 那个我多么骄傲 所以我最要感谢就是这次参与这个所有设计图像的 还有设计师 你终于为我们未来打造一个大概台湾人的穿梭的样子 它是一个没有被开发出来的一个多么美丽的一个未来 本季时装周主视角特别邀请奥运金牌国手林玉婷与模特共同演绎 走访台北历史街区与现代建筑 将台湾人日常生活的场景转化为城市中的伸展台 台北时装周SS25将于10月17日到10月21日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 10月17日开幕秀之后在当日晚间8点将另行举行民众专场 预计在10月3号中午12点于官网开放线上报名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